你 你们等一下 张晓慕 你就是张晓慕吧 是啊 告诉你 你们要看兵 向我们借了五万块钱 真的 那赶紧把钱给你 你们先告诉我 他妈妈得的是什么病 妈妈得的是胃病 可严重了 胃病 你确定吗 那就是肝 我看你们根本就是在湖边嘛 反正张晓慕就是欠我钱了 必须还我 滚 等着 滚 骗我钱 是水不错啊 厉害 真厉害 三爷 张晓慕那小子 雇了俩保镖 太能打了 是啊 俩保镖 这怎么办呢 咱们都是人啊 真是的 我弄了两道关卡 你们没一个成功的 那三爷 咱们后边怎么办呢 今天张晓慕她娘出院 张晓慕一定回家看她娘 咱们就在她必经之路 把她给拿下 听见没有啊 听见了 长点精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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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这儿 妈 妈 你确定你没找错房间吗 是这儿没错吧 对啊 住院部三零七嘛 就是这儿啊 完了 我妈被绑架了 护士 护士 怎么了 护士 这儿人呢 我想问一下 就在这房间的病人 皇帝去哪儿了 已经出院了 出院了 她的病治好了 没有 她得的是肝癌 而且已经是晚期了 肝癌晚期 那为什么不治就出院了 我们本来是计划手术的 但病人知道自己是晚期之后 说什么也不治了 说不想浪费手术钱 不管我们怎么劝 她就是不听 硬是自己出院回家了 我要回去找我妈 诶 赵小墨 我想借我妈到大院去治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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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们隔壁马三爷吗 诶 诶 这人可不好扔啊 诶 她是我们这儿的黑老大呀 可能混了 诶 完了完了 这回啊 钱肯定要被抢走了 诶 咱们还是回去吧 啊 赶紧 赶紧掉头回去 冷静点 别慌 你不是还有两个得力的保镖吗 大爷 我们有急事要过去 麻烦您让一下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打此路过 留下百路财 大爷 我没空在这儿经您评书 能让一下路吗 有急事 谁跟你说书啊 大爷这是要抢劫 兄弟们 来 走吧 马三爷是吧 张小默 给警察打电话 顺便再叫一辆救护车 不用报警 把钱拿出来 不就完了吗 还叫什么救护车呀 救护车是给你们叫的 来啊 给我杀 什么啦 人和你 让我去这儿给我 女枪 别开 别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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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为什么三番五次来找我麻烦 我就是赌博不是输了几十万吗 这我马上要打房子底了 我没办法 我 我很厉害 我这不是听说 张晓慕买菜票中了点 我就带着兄弟们跟他借点 这叫借钱吗 我赢了再还吗 十读九书 赌博是会害死人的 你就在牢里好好待一辈子吧 你们赶紧走吧 我在这儿等个警察过来 我跟你说啊 我们这可热闹了 我们这的人啊 都特别喜欢热闹 这就是我家 妈 妈 妈 我回来了 你回来干什么 你还有脸回来 姐 妈呢 妈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拿着你的钱 给我滚 姐 你这怎么了 咱妈已经去世了 不可能 你要我救我妈 给我 我 姐 你别拉我 我还见我妈 我还见妈 三哥哥 我妈呢 你妈去世了 我看你让它消失了 你又来 你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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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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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没带我回来啊 妈 是儿子不孝儿子不好 都怪孩子 妈 这年钱你没有等着 那我就给你烧过去 张晓睦 张晓睦你干什么呀张晓睦 你干什么 烧钱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要不是这些臭钱 我能不见到老人家最后一面吗 你让我怎么办啊 你让我怎么办 张晓睦 你可以拿这些钱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你妈妈在天之灵也会欣慰的 妈 妈 小木 姨姐 我受错了 姨姐 妈 小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